大家好,我是阿跳,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当人类死亡的时候,随着心脏跳动的停止 血液流动和呼吸会跟着停止 最终大脑活动也会停止 从临床的角度来看,这一刻被认为是生与死的分界线 但是从哲学的角度来看的话 是否能复活被认为是哲学层面的生死分界线 直到大约半个世纪以前,两者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然而随着心肺复苏数的出现 那些心脏停止跳动,临床上已经死亡的人就有可能苏醒过来 这彻底改变了医学领域,但也动摇了死亡本身的意义 另外,据说死亡之后会进入到另一个世界 真的是这样吗? 今天咱们就来聊聊有过宾死体验的人的证言 以及相信有来世的人会怎样 在这之前呢,您别忘了关注订阅这个频道 这样就不会错过下一个有趣的视频了 如果一个人没有死而复生的希望的时候 肉体上一旦死亡,意识就会消失 这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现代医学已经证明 人死后脑细胞需要几天以上的时间才会恶化 其结果就是肉体已经死亡了 但是大脑可能还没有死 美国纽约大学朗格尼医学中心的医生萨姆·帕尼亚说 死亡最有趣的地方在于 人死后体内的各个细胞开始独自走向死亡的过程 据他介绍,虽然身体的某些部分在死后不再起作用 但在细胞层面上,从生到死的过度比通常认为的要慢 也就是说,与心脏停止跳动相比 细胞的死亡一直是柔软而缓慢的 2017年,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彼得·诺布尔在斑马鱼和小老鼠的实验中 发现有1063个基因在死后仍然活跃 更令人惊讶的是,其中一部分基因最多活动了4天 根据死后24小时的样本调查发现 其基因转录增加了 2016年进行了一项研究 移除了4名临终患者的生命维持装置 并观察了他们的情况进展 研究发现,一个人在死后不到10分钟的时间里 出现了Delta波的持续爆发 而这种情况通常是在深度睡眠期间才会发生的 如果在非睡眠时出现,就属于异常 因此这意味着睡眠和死亡可能有很多的共同点 我们之所以认为深度睡眠和死亡很相似 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二者在身体技能上有相似之处 比如呼吸减弱,体温降低,血压降低等 但死亡的定义更多是个体永久性的丧失机能 所以说二者可能确实存在很多相似之处 但是本质上还是有很大的差异 萨姆·帕尼亚研究发现 有过宾死体验的人看到的东西都有一些共同点 比如耀眼的光芒,远处招手的人 从肉体的痛苦中解脱出来,以及整个过程很平静等等 埃本·亚历山大是美国知名的神经外科医生 他在工作中接触有很多宾死体验的患者 他一概把这些体验视为是一种幻觉 直到2008年的一天,他因得了细菌性随膜炎被送到他所在的医院抢救 他一直昏迷了七天才醒过来 醒来后,他说在昏迷中,他发现自己在一个黑暗的空间里 周围有一些蠕动的器官 他像一个婴儿一样回到了母亲的身体里 之后光芒大作,类似于教堂里的歌曲,萦绕在他的耳旁 他在空中飞着,去了三个不同的世界 当飞到一片沙滩上时,他看到一个穿着白色连衣裙的陌生女人 那个女人对他说,在那个世界里还有很多人爱着你,你还是回去吧 之后,他穿过了几个黑漆漆的洞回到了病床上 他查看了所有抢救他的记录 这些数据显示,当他昏迷时,他的大脑根本没有工作过的痕迹 因为他得的是随膜炎,整个大脑是肿的 这种情况下,人是不会有回忆的 不会有梦的,也不会产生幻觉 他认为既然这不是大脑里产生的幻觉 那么就是他的灵魂出去了,到了一些地方 更让他想不到的是,这件事过去一年之后 他才知道他处于宾死状态时,看到的那个女人究竟是谁了 艾本·亚历山大是个养子 他的亲生父母后来还育有一对儿女 但女儿十几岁时因意外而死 当他的亲生父母听出了他的宾死经历后 把他妹妹的照片寄给了他 他看到照片后简直惊呆了 照片中的妹妹就是他宾死时在沙滩上遇到的那个女子 在这之前,他从未见过这个妹妹,抑或是照片 艾本·亚历山大从此放弃了医生的职业 成为了一名作家 2012年,他将自己的这一经历写成了书 叫《天堂的证据》 此书一度成为美国的畅销书 他说他并不是要否定科学 他也希望有一天科学能够解释这个事情 他只是希望科学不要一概地否定这种情况的存在 在一些宾死体验者中 有人说自己变成了一个原子 这听起来是不是很有趣呢 当人类变成一个原子 会如何感受这个世界呢 一位名叫爱琳的女子 讲述了她变成一个原子的经历 她被卷入了一场严重的车祸 陷入昏迷状态 经历了宾死体验 在宾死体验之间 他说自己仿佛变成了一个漂浮的原子 后来他在给宾死体验研究基金会的报告中是这样说的 当我回过神来的时候 我发现我被黑暗包围了 我什么也看不见 什么也听不见 当然我也没有注意到我已经死了 就好像是我睡着了 但我有意识地认识到了自己 在漆黑的黑暗中认出了周围的一切 我觉得我就像是一个原子 与我周围的所有原子相连 我是周围环境的一部分 我唯一感受到的是我的情绪很平静 而且我很高兴我是周围环境的一部分 这时候艾琳觉得自己是一个原子 但又是整体的一部分 与整体紧密相连的感觉 可能就像宇宙意识一样 以目前人类的技术 似乎不太可能在不久的将来阐明来世 然而一些研究表明 相信来世对个人可能是有益的 通过相信来世 人们可以对未来抱有希望 并以积极的情绪过好日常生活 英国开放大学的宗教研究讲师 苏珊娜·纽科姆说 相信来世会产生两种影响 首先第一个效果是从生物医学的角度来看的 通过相信来世就会产生积极的情绪 这可以增强身体的自然愈合能力 有助于从疾病中恢复 另一个影响是精神上的 通过关注来世 即使没有第一个生物医学的效应 也可以将意识与身体的痛苦分开 来更好的应对痛苦 另一方面苏珊娜也强调 过于沉迷这个想法也会带来一定的风险 如果你太执着于来世 你的意识就会专注于此 你就会失去现在对身体的关注 从而对身体产生各种不良的影响 你相信人死后会去往另一个世界吗 虽然说要解开这个秘密 被认为是还在很遥远的未来 但正如各种各样的 冰死体验者所说的那样 那个世界或许就在我们身边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